其实总统府最近还有个动作 就是在明年编列了1300多万的预算 要整修总统府南北院的内墙跟窗户 而这也让外界联想说 是不是最近抗议很多想要隔绝民众的抗议声呢 今天总统府秘书长杨靖天澄清说 是因为总统府的建筑物太老旧了 已经出现了白蚁 所以才会整修跟抗议无关 已经快有百年历史的总统府建筑 南北两院的内墙和窗户 明年将砸1000多万进行整修 这个举动被质疑 难道是为了阻挡三不五时 最会出现的呛马声吗 抗议社到底会不会传进总统府 我们实力来到现场做个测试 那么用分贝机测到一般只有车子 经过的分贝数是高达80 更别说是如果周边有抗议活动的时候 今天拆大补 今天拆大补 明天拆政府 群众高无口号加上舞台音响效果 抗议活动产生的音量 瞬间最大可以来到110分贝 以噪音分级超过70就会降低工作效率 90分贝以上会干扰谈话 超过100分贝的音量 甚至会造成厅力受损 周回要整修的南北两院 据传除了要加高内墙 还要装上隔音窗 外界质疑难道是因为担心 杭义生太吵 会影响马总统的办公效率和心情 才会决定砸1384万整修吗 大家联想太多了 南北院都已经是很老旧 你如果去看的话 这是斑剥 然后有些白蚁出现了 所以如果不赶快整修的话 白蚁知道是很可怕的 杨靖天消毒 强调整修和抗议无关 毕竟总统府近期大规模 收复建筑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只是时机点敏感 不免让人扩大联想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新闻